撕烟案之后我们看从撕烟案之后 首度的民调公布 对蔡英文的冲击影响有限吗 来姚老师怎么看 我想也不是没有影响 最大的影响 我先从我操的这个民调的数字 跟大家讲 我用两强对决 蔡涵对决的结果 32比32 那最大的明显的差别 就是涵比6月份 6月底做的民调 当时韩国瑜拿了43% 赢了蔡英文38% 换句话说 他赢了5%之多 当时我就说 其实5%都在胜负 就在误差范围内 因为只要在6%之内 基本上民调6%之内 因为正负3 大概基本上就是平盘 结果这次果然到了平盘的地步 可是比较明显的是什么 韩国瑜少了11% 蔡英文少了6% 在这个总共少了17%之多 原来的表态有将近81% 就是上个月43比38的时候 表态支持他们两个有81 现在只有64 剩下的17%到哪里去了 全部跑到这里来了 未决定 未决定居然高到28之多 上一次的调查只有8%没有决定 换句话说 最近的事件 让一大群人说到未决定来 换句话说 他们可能迟疑了 这从民调上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 最近发生的事件 不论是韩国瑜表现的薄虾 还是因为撕烟的事件 让执政党受到一点挫折 不论如何 有相当多的选民 退缩到未决定来 至少多了12%之多 12%在民调上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换句话说 原来上个月 他们还决定支持蔡 或支持韩 这次完完全全 从韩跟蔡市场抽出来 就表达说我不决定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比较明显的 那因为究竟64%的表态 在民调上来讲 的确趋于少数 的确太少 你要晓得 我们上次还介绍 一个比较特别的民调 TPPS民调 他表态力可以高达92% 94% 那个当然也太高了 可是这个也太低了 那如果这是 这实在的 大多数的人都不说 我不还没决定 那当然就表示 最近的事件 确实发酵 有些影响 不过看民调 我一再强调 看的不是绝对数字 是谁 是看的是趋势 为什么看的趋势呢 所以要是 如果看这个趋势的话 这个趋势其实是 它的趋势等于是 一个月的时间 竟然趋势是跌了11% 对不对 对 趋势来看 趋势是对比的趋势 你要这样看 这个趋势 43对38 OK 43对 43对38 这中间只有5%的差别 5%的意思 我再讲一遍 在民调的数字上 正负误差是3的情况之下 等于平盘 蔡英文落后5个百分点 蔡英文赢5个百分点 这个时候落后 6月份是落后的 上一次是落后5个百分点 那等于是平盘了 那这一次还是平盘 换句话说 大趋势 双方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我看民调的 是看同一家民调 是看趋势 而不是同一家 看这一家跟另外一家 谁赢谁输 而决定谁比较领先的问题 而是同一家民调 不同月份的民调 趋势上来看 中间只有5%的差距 这个其实是平盘的概念 换句话说 韩跟蔡竞争还在未定之天 换句话说 两个人竞争非常激烈 这个未来的大选 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最后一点要说明的 就是你如果我们把 差就是思烟前的美丽岛民调 思烟前的美丽岛民调 跟思烟后的联合宝民调 都是两强对决来做比较 你就可以发觉 还是有点差别的 怎么讲呢 思烟前的民调 蔡英文赢了韩国瑜9%之多 46.4 37.2 美丽岛的民调 美丽岛的民调在一个月期前 蔡英文45.3 35.9 差不多连10%都不到 9.4%左右 扩大到 大概 差不多9.2% 就差不多都赢了 你说这一份 这个对决的数字是在 走私案里没有爆发 没有爆发前 46.4 37.2 大概赢了9.2% 我赢了9.2% 那跟他一个月前 45.3 35.9 赢了9.4% 几乎是一样的差距 换句话说赢了9% 我用赢9%来对比 他的表态率稍微高一点 大概都是83.6% 给我80%是1.2% 有八成的表态率 如果拿美丽岛 思烟前可以赢9%的蔡英文 到了联合报民调 两个人就打平了 32.32 就可见思烟还是对应该对于民进党的执政的蔡英文略有些影响 这个从这个角从对比上来看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领先9% 10%的优势应该缓和下来 那这一点是第二 可是相对 如果你看联合报的趋势里头 他的趋势 韩国瑜是大幅滑落了 对 11个百分点 这个是我要讲第三个 就是韩国瑜 蔡英文也下滑 他下滑6个百分点 韩国瑜已经连三了 我这里面写第三个月前 5月份 韩国瑜原来从45 到43 现在已经退到32 换句话说 我如果拿这个32 各位看这个32的数字 我已经看了好几家民调 大概都是三十几的 韩国瑜大概都是三几的民调了 换句话说 他已经撑不到原来那个高的天花板 40%的支持度 韩国瑜一路掉来连三个月 已经掉了十几%之多 那甚至于我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 这一个联合报民调 他掉的这么厉害呢 我相信因为不是意识形态的关系 因为这是屈蓝的民调 蓝色的支持者 国民党的支持者 对于联合报的民调 基本上是表态的 基本上是勇于表达 对韩国瑜支持的 可他居然掉了十一 这个月整整掉了十一%之多 换句话说 韩国瑜治水也好 韩国瑜上述也好 韩国瑜净做一些 我不要讲 别的形容词就用特别的动作也好 吻水啊 上述啊 这些 没有得到选民任何的支持 广泛的是 反而引起选民相当大的疑虑 所以韩国瑜 从这个民调上 今天公布的联合报民调来看 韩国瑜恐怕要警惕 因为他民调掉了十一% 一个月掉十一% 是非常厉害的 就算他的选民有一部分到未决定 这也表示对韩国瑜的支持度产生动摇 这个对韩国瑜来讲是一个警训的 好了 可以 好